虽然TEDX中正U在校已经创办近两年 且在校内办过一次圣诞演讲年会 与武术的活动 判断在校内引起风潮 但效果却依然有限 一整年的方向是触动 就希望大家可以碰触各种方面的东西 然后进而在里面找到行动力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办了TEDX Month 然后这里面有五个活动 然后每个活动就是的主题都不一样 然后玩的方式也不一样 希望就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 让大家找到自己的行动力 开心的开场活动人性未来Gallering 利用TEDX的影片激发参加学生的思考 让学生能用不同的面向去了解问题 并期待学生能够实际付出 这一次Gallering就是人性未来 希望可以在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去发想说 我到底可以在生活上的哪些东西去着手 然后做出一个符合人性的东西 TEDX宗正U虽然在校已经创办两年 办过无数的活动 但是许多学生依旧不知道这个组织 不知道 那你有听过他们最近有办什么活动吗 呃...好像不清楚耶 不清楚 不知道耶 就是我有问过很多公院的同学说 诶 你有没有听到我们TED在办这些什么活动 他说TED我们学校有这个团体 已经两年了 大家还是不知道有这个团体 TEDX宗正U面对如此困境 策划人代文会表示 未来会想增强宣传方面 来提高活动知名度 期盼未来他们能够找出解决方案 及学生们的加入 中正义报 陈慕恩 黄佩文 中正大学报导